文外戀 以后眼睛 可保莫保 毫被你 却又期待我 可更违 遗憾我当时面积 这几首充满着回忆的歌 真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认识 而这几首歌的作曲人五岳城 原来一直都为香港的音乐工业 培育身血 我认为是一个使命 因为你拿了一个机会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提供到一个很完善的课程 不让大众去接触这件事 入行之后做了十年左右 突然想说希望不如 香港如果有一间学校 可能香港其他地方 未必那么多有得读的东西 甚至是流行曲的一些 专业一点的水平的教育 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就是开头的时候 就是这么简单地去想 以前歌曲出了之后 可能一段时间的MV才出 那时候主要是为卡拉OK的用途 所以变成一首歌 就先上电台 让人听熟了一两个月 至少中间都要有那段时间去拍MV 然后就在卡拉OK会见这首歌 但是现在就不是现在 就是一来就 就是大家就是要求一定是 在一个看到这首歌的平台 就是我不会再这样听 那免得那个MV 就可能再要预早点去配合这件事 希望那件事万事俱备一些去出 例如可能那个MV就拍了 就不会分断去 现在先做一句歌 后来先做一个视频 poster又迟些先 就是传媒现在都是一次过做完 我觉得现在平台 其实就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时可能 在一个平台就会看到一些 我们未必是英文过的 可能是一些西班牙的歌 但是可能是很多人听了的 全世界里面 以前就是听广东歌 或者听改编歌 很多可能听日本日日日文歌 就是那时候的年代 还有现在是会 大家多了不介意去 因为不同language不听 机会是大了很多 因为机会大了很多 因为机会大了很多 就是说 如果你的歌在那个平台 而那个平台是很多人 很多人 会习惯去看或者听的话 其实你的歌一成功的话 那个成功是快很多 和可能会回报大很多 但是竞争要大很多 因为在那个平台 也有其他人很容易看到 听到的音乐 以前就是单一 纯粹销售一个CD也好 一个唱片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 lifestyle的一个年代 以前可能就纯粹多些 就这样听音乐 做好的音乐 但现在就会是 可能他们会想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拍了MV 这件事就会更加 就是presentation不同了 立体了 故事性高了 打开 数字单 可以按照 这个 importante 可以 Present